哈喽,大家好,今天是7月9号 来我们一块儿看一看各种作物的生长的状况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核桃 那么这个核桃呢,今年接了很多,好几十个 然后基本快好了 我估计在大概有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应该可以摘取了 那么丝瓜呢,现在是正在结果最多的时候 开始,那么我们可以摘掉这个丝瓜 那么是今年收获的第一颗丝瓜 非常好,很论,这些丝瓜炒辣椒很好吃 那么南瓜,我们今年种了好多的南瓜 那么南瓜它主要是可以放时间很长 那么已经接了好多,那么我们可以摘取 收获了 辣椒,你看这个辣椒它今年性已经接了很大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再去吃 这个瓜袜,那就是潘石榴 那么已经可以看到这些已经有瓜果出现 那么大概再有两三个月可能就可以收获了 那么我们看到 石榴是开变了好多,那么已经长了足够的size 大概有一个月就可以吃到这个石榴了 那么我们看到枣树,那么枣树大概都有接了几万个枣 很多很多的 但是它绝大多数都成型了 那么也有憋憋的掉下来的会落下 那么最主要的是我们要保证足够的肥料给它 那么它当然它需要足够的蛋肥和甲肥 再一个就是要提供充足的水分 那么有句话是叫烙灶,意思就是水烙 要用水泡起来的一样 就是要很多的水分,每天都焦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lemon和lime 就是柠檬和青柠檬 那么很多了,接了很多 足够我们吃的 大概现在已经接到大概像成型了 基本上像一个苹果这么大了 那么应该可以开始吃了 那么现在我们是每天每人一颗柠檬 那么吃了很多 那么特别是这个 现在在疫情当中 那么这个柠檬呢 提供充足的这个柠檬酸 还有这个维生素C 这些东西对抗病毒抗坏血 都有相当好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橘子 现在也都成型了 那么下一部分呢 它就开始就逐渐地改变颜色 就是因为它发现它从很小 一直到这个成型的这时候 它也就是两三个星期 它就能长这么大 然后呢,它就开始 维持这么大的一个形状 然后开始呢,尺寸 然后它就开始充足里边的水分 然后我们把这些水分呢 变成糖分 变成橘子 里边的芯 那么再一个我们就是 我们的这些 avocado牛油果 那么这些牛油果呢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果实 都像鸡蛋一样那么大 很多了 都有几百个 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牛油果 就是它的这个 接的这些 不但好看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 可以 拉长 很长时间都可以吃 而不像有些水果 就是熟了 就是你都要马上赶快吃掉 而这个呢,你在树上很长时间都可以 逐渐的一块一点一点吃 都可以持续的几个月 这个牛油果是特别有营养 那么最好是每天一人一颗 那么我们有一个老朋友 年纪很大了 他就是几十年都是坚持 一天一颗牛油果 身体非常好 这种品种呢是福尔泰 那么它有点长长的形状 它的皮和那个海湿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牛油果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豆角 是挂满了整个汁 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吃不了 我们就用开水烫了以后 放在冰室里冻起来 非常好 那这些豆角呢 是两种豆角 一种是云豆 一种是很长很长的扁的长豆角 当然今年我们种的最多的就是番茄 我们番茄已经吃了好长时间了 就是几乎每天都可以收获好几颗大的番茄 那么番茄呢 就是我们吃不了以后呢 就是把它做成番茄酱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呢 还没有变红 但是已经挂满了很多 很多很多的番茄 这个番茄也是比较好 又是因为它熟的时候也是逐渐的熟 而不是一次全熟 这样的话就很好 也有利于我们保存 和消费 有的这一都路特别多 那么我们最好用个塑料袋把它盛起来 这样免得它掉下来 或者把枝子拉断 那么再一个就是我们种了很多的黄瓜 那么黄瓜结的很多 每天都吃还吃不完 那么最好是我们把它也准备做成 酱黄瓜 再就是我们看呢 我们有两棵大的这个橘子树 那么这个橘子Mandarin 它就是剥皮的那种一芽一芽的Mandarin 这个不是油着 那很多 那么结了很多 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保证有足够的水分 让它长果 那么它的果现在大概是有一个那种鸩唇蛋这么大 然后逐渐的它会很快的长成这个像橙果 好了今天收获了这些豆角 黄瓜 还有丝瓜 那么我们收获不少 还有番茄 南瓜 很漂亮 这个特别是南瓜的颜色特别正 那么我们吃的时候就切下了一芽 放在微波炉里边这么蒸它两分钟 就是打它两分钟 这样出来以后 很面就像栗子一样 非常又甜又面 特别好 特别是对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血糖较高的人呢 它有一种稳定血糖的作用 非常好 我们种了好多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欢迎大家订阅 并转发给更多的人 那么你的小小的一点帮忙 就可能帮助我们去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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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